呃 观众大家好 我是灵晴 欢迎打赏支持兵 我们继续来玩我看的是星耀季节 刚刚我也是大致看了一下这个情况 呃 今天我们就打那个 绽放舞台 其实绽放那个舞台 就这个 就这个 然后看了一下 吃药 我们大概只有这个 呃 南部口allstar的这个团铁这个三巨头 呃 差不多能打 因为他们是这个 看一下 他们是这个4802是吧 超过这个4770 但是考虑到 那个下周的情况 这个舞台是蓝黄红嘛 现在就是 蓝 呃 不 这对蓝黄红就是黄红蓝 我们只能用改色来打了 但是下一周是这个对战啊 所以 不知道 不好说 但是其他的就更弱了 其他的团体就是 连这个 呃 第一级别的这个舞台 他这个就是最这个能力又换传总和都差的远 比如说 像这种669对吧 他是要7950加定8千分 这个这个还算是超过了第一 第一个指标啊 这完全超过了 只是第二个指标达不到 嗯 特朴啊 哥是特朴没打过的 然后 之后这个我觉得还是做宣传吧 然后是周末舞台 周末舞台是个这个情况 是个也是个打这个 的对手是这个 反击的时候可以提升干净啊 然后 呃 即大暴气是这个 嗯 加这个 加这个暴气槽 这个加这个暴气槽是没什么用的 大暴气 因为大暴气一般是在最后才丢出来 基本上割剧的结束了 所以他大暴气基本上算废了 对吧 顶多就是能反一下我们的小暴气而已 然后他这个小暴气是反击提升倍率啊 这个可能有点危险 因为我们是需要改色吗 这是个 呃 他这个舞台是一个黄嗨的 就是一个黄 应该是黄红蓝黄这种这样的顺序啊 所以 但是我们这个组合 打黄嗨也不太行啊 黄太行 我必须要改红色 我们改红色就就 那我们就得先暴气啊 或者是他如果暴气 他如果对面如果不压暴气 就是对面满了就暴的话 那还行 那我们就可以反掉 那战术还是和上一次一样啊 我们用一个速攻战术 对吧 还是和上一次一样 我这个初步设想是这样的 好 然后今天要聊天的话呢 我看了一下 首先千早要聊天 千早的VO啊 他马上就要 就要到头了 再上个一两次课就完蛋了 上一次课 再上一次课就基本上就满了 千早VO要到这个位置啊 五点 他现在有ESP 我们还要交流一颗星 才能满 对吧 然后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把他的VI点一点 对吧 他VI 已经应该是满了 虽然这一节他喝他喝汤都快喝满了 完了以后 但是这个是次要的 这个是最后的 点完这个是五级 五级到六级 五级是加六SP啊 六 六颗星的话 我们可以点这个 这个VO分数提升 点这个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要点出这个干净防御 就是对手那个呃 干扰我们干净的时候 他的就是千早的倍率是下降 而就不会不会掉 不会掉很多的 对吧 在face的时候有效 嗯 而是大概需要至少两次 至多四次 而我们这次 我们目前来说 只剩下四次交流机会了 千早只能交流两次啊 就看运气怎么样了 对吧 而剩下的今天 我们还可以额外的呢 我大概查了一下这个 这个表啊 我就我就我就不再去看了 这个 所有演唱成员里面 现在男子和林氏的这个VI快快到了 然后男子的VI呢 需要交流一颗星在这里点 啊 啊 还可以顺便把这个点出来 VI上线 哦 男子的VI上线在这里 他需要点一个星 就交流一个星 把这个点出来 然后再 再用这个团结点 把这个点出来 林氏这边现在是一个满 半的 就半颗星的状态啊 所以 他要至少就要两次 他的VI在这个地方 对吧 他要加SP 把这个点出来 加3SP 把这个点出来 工作方面 我不记得是男子还是林氏有一次工作来着 我忘记了 完蛋了 哦 男子有一次工作 那男子我们可以先不交流 男子有一次工作 我记得 呃 林氏 男子有工作吗 男子还没工作呢 是这个 美加有工作 是吧 真哥有工作 是吧 然后 男子还没工作了吧 我记得 男子的工作是那个什么 握手会嘛 然后那个 强塌了嘛 应该是吧 林氏的工作是那个插花嘛 我记得还是选的花道 好 他们俩都没工作了 我个人来说还是想 还是想先跟林氏对话 因为 他这个半颗星啊 很容易就能RSP 估得以上就行 对吧 估得以上的就行 就是我们 四个选项里面有两个选项 有机会把它刷到RSP 就概率大一点啊 那今天就是跟千早和林氏对话 今天应该可以吧 今天是全员活动 是吧 对 没错 好 计划好了 我们先SPECIAL STAGE 这个 三个成员固定 看看一下舞台是蓝 黄 红 蓝 黄 红 我们要欠子红 他们俩是可以连锁 但是我需要欠子红 欠子红的话 蓝 黄 红 是吧 他是个普通舞台啊 所以 所以没有敌人干扰 蓝 黄 红 黄色的时候满的时候要 让他直接欠子 他肯定是要欠子 然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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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报的时候是春香红boost 是吧 红boost 可以可以可以 先签早报 然后再春香报 可以啊 服装就这套 我觉得最好看 哦 又是那个 串员先生 改变会挖七分啊 又是一个对话框 不用看 看看吧 正好是福利探 说一看 我们可以去买点东西了 有十万块钱了 随便买点 随便买点 因为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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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上学院 我觉得应该是二周末才有 才用到的东西啊 一周末估计都没什么用 所以我们 试验之门 我感觉没什么好打的 我没什么需要的 五千 哇 两万 1140 2280 怎么你们都这么贵 绿色总之倒是便宜啊 二八五零 五七零零 二八五零 二二八零 本没有的都买一个就行 诶 这个彩虹种族为什么我们没有 1520 现在应该都比较便宜是吧 彩虹种族应该是 应该是的 就是 1520 应该他便宜他贵 他便宜他贵 他便宜他贵 他贵他便宜 他便宜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 呃 要么就是 他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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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三是双倍的 要么就是全部1.5倍 要么就是他们三是正常 然后他们四个是这个双倍 就是价格 我说应该是这样算的 我现在要多少钱 还六万多是吧 买一个彩虹种子玩玩 其他的好像 虽然我也没有用过 对吧 就随便买点了 2850 2280 我先去那边看看 去幸运灵光看有什么 好 那边好像有一个 幸运灵光还有一个东西 我们没卖过 其他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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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用过 你看 是不是 好 不管了 我们先去看看这个 你看 只要不买衣服 其实 其实也不管不买衣服 你可以多买点水吧 他们说 对多买点水就交交流好一点 我倒无所谓 随便了 我都觉得这道具其实都没什么必要 我都不 你看我基本上很少吃糖嘛 就随便吃了几个都是任务送的 就任务送就够了 根本不需要外卖东西 是这里是吧 这有什么区别吗 有一个那个 就是这个这个边上 这里有一个那个 本家的那个 MOS的那个那个那个标志 那剩下三个不就是什么 剩下三个狂 基本上我就想到是什么了 那我还是要 starlene的水 还是要starlene的标 这个星星 先跟先交流 得先确认今天的行程才行 那我打算了 那我打算了 自己能做的事 那我打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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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来看 那我看了 在自己的课程中 我去到自己的课程中 还是个顺帖 但是我来到自己的课程中 还要做什么 唇巷一定要单独拎出来 笑死 剧情里面千早跟其他人交流 就是不太会交流 实际上的live后台里面 Mingos到处勾搭其他神佑 笑死 那還有, Doktorも 千早呀さんの歌 真的,真的,真的! 我也想像!! 千早呀 ziet也像那樣一樣! 啊, True 千早呀さんって真的,真的。 我憧著啊 流行 千早 我也很崇拜仙早 很好的模范神 有好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我学习的地方 笑死 应该要做模范神是吧 但是 我感觉三角应该是对的 因为感觉说方框的话又说太过了 我觉得因为他也不像像一只那种超级游戏型 未来たちに負けていられません 少し早いですが 私たち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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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果然是 我感觉这夸太过了 如果是一只的话就肯定可以 多夸一下 好吧 把技能点了 这样他VO应该就不担心了 再跟那个林氏交流一下 新白要上一次课 顶楼的风非常舒适 补充交流是一个 对吧 人家様 制作人先生 制作人阁下 制作人 这有什么区别吗 哦 哦 诶 这个居然是破坏的 可以啊 阁下是不是有点奇怪 然后直接直呼起名 不加称谓 感觉又他可能叫不来 其实这个还是要跟 可能跟日语的这个 用语习惯也关系吧 我感觉我就用中文的来理解 但是感觉阁下斜身 差距也不太大 你们四个都穿和服的话 他就不行 为什么 为什么 阿子沙不能 成千 啊对啊 这个我倒知道 运衣跟和服价格 对啊 这个我倒知道 运衣跟和服价格 我也是贵的 我也是贵的 当然了 如果你贵的肯定也是贵的 但是通常来说 通常来说 鱼衣比和服要便宜 有点可爱的 不过具体有什么 很大的区别 我也说不上 但是 那就去嘛 千岛好像是有那个卡面的 穿玉衣的 玉衣还是合服来着 这 我都还没往那边想 你怎么就开始了 我都还没往那边想 我都还没往那边想 我都还 合服是不献凶啊 但是 玉衣也是啊 不献凶 但是我还没往那边想 我看那句话 是的 折角 所以 你也要去看装作者的浴衣吗 是的 装作者的浴衣 很棒 好 我 天可 你也不想购买 果然还是天可 浴衣 还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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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很 很 很 我感觉临时笑就是 他这个笑声我就觉得很不自然 虽然可能是角色设定 我就觉得很不自然 还个鸡 你就还个鸡 你们三个干不 你们三个打不下来 没人打得下来了 你看 你看 Leader你慌什么 你的左臂右膀 对吧都 都稳得要死 左膀右臂什么 忘了 今天没用哈你 TOP没打过主要这个 啊 等等等等等等等 TOP这个节奏好奇怪 这个BPM好像之前没打过这种类似 说快吧又不快说慢吧又不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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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do i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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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是双手击掌那个动作对吧 美西那边是没有的 他们俩有的对吧 红蓝cp又好了 我他这个站位真的好了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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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做什么叫陀佛埃德鲁啊 后仰战术后仰 我记得是十万吗 我记得是 太强了吧 三局投影 嗯 现在没说哈你差点味 三个人就能打出十万多分 太哈人了 红蓝 就我会记得了 纏达 红蓝 四季 金 and 我 暗对 你 不是 这句话其实我觉得你欢成深优本人毫无违和感 毕竟已经是一个16年的企划 明年就17年了 然后明年的夏天本家还要举办单独了 本家之前好像什么时候也说过 他们一直要干到60岁 这句话也出来 太感动了 我到底在说什么 不懂我在说什么 不知道 可能如果是新玩家可能确实不懂 老玩家老P已经感动了 这句话我反正是已经感动了 我很懂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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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懂 但是 不然 我愿意 我愿意 不懂 我愿意 不懂 你不懂 我愿意 我愿意 不懂 你不懂 想去哪里我都可以 真的感动 Namho真的是一个集体 想去哪里都可以 大家都会陪你们去 这些活动结果是怎么回事 其实这个也加粉丝 那其实挺好啊 这个极致绽放舞台 又能打又能加粉丝 怎么天天玩新游戏啊 你也对啊 下半年新游戏是多 未来怎么又 是咋呢 跑步 跑步为主还行 你们在上什么 你随意吧 什么那个 叫做什么 呃 那个贵音还称呼制作人为官人呢 那个反语笑死我了 那个那个什么繁体中文 那个繁衣把我笑爆了 我说贵音叫 自称小女子 这个倒还好了 好像这一部也是 但是 但是贵音就是称呼佛罗丁萨的那个 那个 日文我忘记什么了 反正翻译成繁体中文 就他们就变成了官人 哎呦 我的妈 瞬间就 就莫名其妙 就变成古装剧了 我说 我已经看过各种 这种好笑的称呼了 对吧 你这个 你愿意怎么叫怎么叫吧 无所谓了 好像是不是看过一次这个对方 碰巧经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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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总是开人家 目的地区 是同一样 所以 那 我们回来 不好像这个 你跟他们这个相悦是不是越多这个 他们态度会越好 就是早上打着 好 好 要进行那个 进行那个 大型作战了 进行为什么一个记得想跳舞 你是你是VO单片 不要跳舞了 这首歌的这个 上次我们已经打过了 那幅度 没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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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对 对 你总是要穿 归音也是你也不会跳舞的人 今天不是要来解决他的压烟的问题吗 你怎么突然就开始了起舞蹈来了 真事还没干呢 你们这几个 这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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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个人 这几个人 我没有说过 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 不过你白天上课 哦 对啊 我记得应该有窗户的这个里面 我记得这个里面好像是有窗户的啊 没窗户吗 我记得每个人都很安静 我记得说话中了 是吗 是啊 是啊 以前 我认识一下 我认识一下 但是 但是我用了我的手段 我用了我的手段 我用了你的手段 我用了我 我用了Ruminas 我用了Diamant 我用了Sterlit Season 我用了Diamant Ayaが琥珀に強く当たっ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たのは その辺りが理由ということかな そうなのかもしれません ですが最近 Ayaちゃんの調子が悪いみたいで 直接話ができればと思ったんですが Ayaちゃんから避けられているみたいで 琥珀の問題が解決して成長した姿を見て 衝撃を隠せないってとこね でも なんとか Ayaちゃんと話がしたいんです 不調のAyaちゃんから 立ち直ってほしくて プライベートで会うのは無理そうなんですが アイドル活動の中でなら 会えると思うんです 皆さん どうか ご協力お願いします 私たち inaccurate ゲームのコレを実行しましょう 確かに AyaはDiamantの一員で ライバルだね だけど 同じアイドルだ 私は興味があるな AyaもDiamantも もっと知りたいと思っているよ 我也是贊成 我也是贊成 我就是不忍耐 安ズも何か手伝うよ 如果有助理可以 何か大きな見返り就有了 超 我可以做到的 如果珀琥珀有困難 我们可以協力一下 珀琥珀 不要担心 我可以说 我都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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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中就是 对吧 明白了吧 所以说有些有些剧情还真的只能在这种故事里面 虽然大家都说现实比故事更魔幻 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 嗯 现实中的话那不是会笑死吗 对不对 你的对手被遭受打击 对不对 那都是他自己的问题 我们又没做什么 今天是干嘛 宣传是吧 我看宣传有什么宣传可以做 啊 男子还真有宣传 那我还真聊对了 那男子做个宣传 男子做个宣传解决这个 然后临时再聊一次把这个解决 千人早再聊一次把这两个解决 可以吧 如果不出差错两个perfect就可以 没有什么别的要看了 OK 光辉之多天祝福 不用了吧 这个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任务 神奇男子的七黑之人粉丝交流是吧 他每次就要换衣服 还挺烦的这个 嗯 突然又没有声音了 又又没有声音了 坏消息没有声音了 好消息 他不会自动播放了 我感觉应该是 还是游戏有问题 因为 他没有声音以后也不会自动播放了 好像这个对话框 不会自动播放的情况 好像正常应该是没有的吧 就是需要你按下去才能 才能下一步的 这种对话框好像是自动 就是自动下一步 不会有应该好像是不会要你 一定要你按就是按了以后 就是不按的话就不动的那种情况 所以我感觉应该还是游戏的问题 怎么样 这个我怎么感觉好像打过一样 没打过吗 那就是我看别人玩过 强塌了我记得是 你看 其实没有声音就差点意思了 因为篮子这个特别好玩 男子这个啊特别有意思 不仅的一部分坏掉了你看 抢他了 声音应该恢复了 即兴演出即兴演出 哎还是没有好啊 但是那个好了 文本框一个好了是吧 啊也没好 我以为好了 那感觉还是没有好 可能要要就是换换换 换场景的时候才会好 宙思之洗礼 你开始面移 所以这个是如果在工作中 你碰到这种包 第二个就很尴尬 因为他不会换场景 如果是这个剧情的时候换 他会有时候会换 切换场景吧 然后就他就会好了 但如果是在这个工作中 因为工作是 基本上是不会换场景 就是一个场景到底 所以你就什么也听不到了 就就就这一次工作就他永远不会说话了 就差点问而已 好男子把这个点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点出来 他上线就开了 找千枣和临时聊天 他想跟我问什么 他说要问 之前一直想问的事 雰囲気の良いお店ですね レッスンの後とかよく話をしています ですが 話題についていけないことも多くて 流行とか 世間で話題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とか 知らないことばかりです プロデューサーのことなら みんなで共通の話題にしやすいかも 話題になっ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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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は プロデューサーのアメリカ研修の話を 聞かせてもら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どうぞ どうぞ 我希望你能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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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还是有一点基本的知识 不然的话不知道白老会是什么就感到 那些美国的音乐场景 没有触碎了 现在是音乐无国界了 从科研无国界到音乐无国界 但是你能够聊什么 都是音乐无国界 自动无国界 是人吗 你能够聊什么 应该有这么多东西吗 你也有这么大的东西 你要那种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 让他跟春香去逛街不是就好了吗 为什么要 所以 这样 浪漫和工作的终于学之后 也可能能得到的选与 这种事情就不能要春香带劳吗 我明白了 那 那 当作者 你会有时间就不在 我是製作者,你瘋狂,把行程就是给他们俩安排休息在一起就行了 我还带他去逛街干嘛 来 来 好,这下就好起来了 迁岛刚刚我们打那个的时候也看到了,现在实现怎么样 771,你看 VO最强的应该是迁岛了,迁岛他这个增长很猛的 果然你看,已经超过这个哈罗克了 迁岛他这个VO很猛的 刚刚打那个挑战的时候,各位应该看到 春香爆了7以后 不是,他们那个贝利都在往春香身上叠,但是春香爆了7以后 对吧 他爆完7之后,打春香的分数还不如打千枣的分数 对吧 我最后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都惊了 我本来想爆完7以后就打春香吧 结果我按了一下千枣,我发现千枣的分数更高 我人都惊了 你这爆7还不如,都爆完以后还不如别人 好,再跟那个灵士交流一下 努力修炼还行 灵士这个要记得啊,因为下一次能够,下一次能够点进的时候就是到周日了 周六会因为是团建吗 有时候我会忘记 放光放热所需的事物 你不是DJ专金啊 不愿意 究命 啊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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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豁 都不愿意 他每一位临时的重置人 不愿意 他每一位临时的重置人也跟他反差挺大的 也跟这个角色 我 我只是看了他在 就是 新妖季节那个 盛放送上面的就是好像看过一次 确实 确实有点 有点疯 但是 这个机会 大切 是的 是的 非常 大家 皆様から 数多の 刺激と 学びを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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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无巨细都可以跟我说 不懂 这个不懂是吧 这个阅读理解能力满分魔操 舞蹈说话全部 全部都行吧 对吧 单片一项感觉还是有点奇怪 琳瀬が ルミナスの剣道力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点意思 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的 比如说我和我的语速其实很快的 你们各位看我这个视频也知道 我语速其实对吧 我语速是很快的 但是但是如果我跟我讲话的那个对方 他语速很慢 我的语速也会也会跟着慢下来 就是尽量和对方的语速保持一致对吧 或者说如果对面是那种很 对方是很在意潜思造句 然后说话说话比较慢慢条思理的 那我也会很在意潜思造句慢条思理 就是跟他慢下来 但是一般情况下 特别适合熟人 或者或者说我在录视频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我说话就会很快 我说话是很快的 因为因为我觉得 因为人啊 他这个 这个就是 啥玩意 这个玩意过了 就人啊 他这个思考的这个速度 是比说就是比你说话 要快很多 就比你写字就更快了 对吧 就说人是一个那种 怎么说 你生产那种想法 或者叫生产想法也行 或者叫 就是你思考是很快的 就是运转很快 几个简单例 就是你的CPU啊 或者显卡 运行速度很快 但是你这个带宽很低 它输出的很低 就像显卡吧 对吧 就我算的很快 但是我输出给 就是输出来很 很很低 这个效率很低 所以我就 我就养成了 说话很快的习惯 因为这样可以更快速的 把我的这个 这些东西输出出来 对吧 就节约了时间 因为交流是 最 就是交流 其实是最 就是消耗 就是成本最大的一个地方 就不管是什么 各位可以去 可以去类比一下其他事情 就是你在做事也好 做干什么也好 交流其实是一个很 很制约 就很制约这个事情的发展的一个地方 就是因为你人的交流是 他不管是说话还是写字都比你想的慢嘛 所以有的时候你是考虑到了 但是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你因为要阐述清楚你这个观点 需要耗费很多时间 或者这个想法 然后就影响了 就是就就就就拖了节奏 相当于是 交流是一个 非常耗费成本的地方 我觉得 所以对吧 所以我讲话就很快 但是讲话快其实也不好 为什么呢 就是有时候别人 不习惯听讲话快的人 他就 很难理解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家 我们家里人经常说我讲话太快了 听不清我在讲什么 或者说是有的时候要再讲一遍 对吧 那也是可以 所以我说 一般来说我是看对方的速度 对方如果讲话比较慢 那说明他对语言的理解 也可能会慢 就是接受语言会慢一些 对吧 所以我就讲了慢一点 如果是 特别是跟我熟人 因为熟的人 对吧 已经知道我就这个样子 是吧 那都已经习惯了 所以我就 这样讲了 所以我录视频的话 因为没有观众嘛 对吧 只能是对着电脑单口相声 那我就 对吧 就就就就这么讲下去了 相遇 我自言自语 那我肯定像我自己的速度 先暂停一下我上个厕所 好 我们回来回来 我刚刚要想了一下 就是我这个视频也是 每期都是一个多小时 一个半小时 对吧 一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然后我看了一下 确实没什么人看 那最好了 对吧 因为我觉得其实各位没有必要 如果是那种 不是非常闲 闲得没事干的人 最好我觉得没有必要 花费一个多小时来看这种 完全没有任何节目效果 就是我一个人在一边吐槽 一边玩游戏的这种事情 没有必要 因为我录视频的初衷也不是这个 我录视频的初衷 我之前也说过一次 所以我这边我还可以再说一次 我再说一万次都没有关系 对吧 就是等我将来哪一天 玩不动游戏了 对吧 或者是某一 反正是不管任何情况 反正玩不了游戏了 玩不动游戏了 对吧 或者说是老了以后 就是对吧 精力有限 这个虽然能玩的游戏 但是一下就累了 对吧 就可以翻一翻这种年轻时候的 这个这个是吧 叫做林奇的早期早期作品啊 早期作品 对吧 看看当年年轻的时候 小年轻的时候 对吧 玩的是啥 对吧 说的是啥 对吧 说的是什么鸡巴 你们啊 小小年轻的时候 这啥也不懂 对吧 说的是什么玩意儿 对吧 这挺有趣的 我现在有时候 偶尔看一下大学 所有的视频 不过现在因为 年份隔的不远嘛 对吧 我离我大学也就 也就隔了那么 四五年 四五年那样 五年那样的是吧 隔的不远 所以感觉起来还没有那么差别 只是说 早些时候就早年感觉 对吧 就 早年的视频 其实我解说的少 对吧 就只是录游戏视频 这有就有点无趣 我之前因为就特别喜欢 录这种自己的玩的游戏的视频 但是我 我不喜欢说话 解说 因为 说话很累 就是我说了我嗓子不好嘛 说话 每次录视频 其实我嗓子都很难受 录完以后 为什么我不做直播 也是这个原因啊 你别说了 我录一个半小时的视频 录完以后 我的嗓子都很难受 你还说直播 你还说直播隔三四个小时 那我嗓子没了 直接没了 也是变身期的时候 把自己嗓子玩坏了 就瞎搞 不注意吗 就是这个样子的 本来要是卖新演演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说话的话 就嗓子不舒服 所以我就不说话 所以有解说的少 不过那个大学时期 有一个事情很好玩 就是我路过很多那种 就是 拍摄 现实拍摄的视频 就是拉那个 因为我后面买了一个 之前是用手机拍 后面买了一个GoPro以后 就疯狂拉着GoPro 虽然我连 那个稳定的东西都没买 就买了一个逻辑 光感逻辑 在那儿拿 就是到处拍 拍了一些 就是什么同学聚会 之类的 这种视频 还有点意思 特别好玩 然后 也是有的没的 说了一大堆 对吧 不说了不说了 看看看看 看这个了 看 看没有了 看短信了 红色领带 啊 突破灾火将声音传达给使徒 正是五只使命 确实啊 偶像其实 对吧 也不说偶像吧 其实名人啊 都有一个就是那种 对吧 所以为什么说公众效应吗 对吧 就名人做一件事情 可能你普通人做一件事情 就是就是做一件事情 名人他做一件事情 就对吧 他能够带动他那些观众啊 就是对吧 去他能够影响 就是说他能够影响更多人 他的语言和他的行为 就更有力 就更有力量 power指的是 就他更有力量 因为他会能够去影响更多的人 这样他不论是做的 说的正确的话 做的正确行为 还是错误的话 错误的行为 对吧 他都能够影响到他的很多观众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说 就是这个 就说的多一点 就是说这个 有这种 就是不好的这种事情的行为的 这个这个人啊 这个名人 这个不是国内这边说是 就就不准在 就是取缔了 不准从事演员 这个这个行业 不准不准当名人之类的吗 甚至有些 对过分的 不准让他付出了吗 对吧 就因为你能够影响你的观众 就传你 你实际上有名的人啊 就是也不管说有名的人 还是没名的人 包括我这个视频啊 你只要是一个东西 不管是书 视频 游戏 电影 只要是这种 艺术 艺术作品 你都在传递价值观 对吧 虽然我其实也一直说了 就是你不同意我的 没关系 我也 我从来没有强行 强制要求说是啊 就我的一定是对的 对吧 我从来 不喜欢去影响 别人的价值观 去指 就是对别人做的事情 指手画脚之类的 但是你说是 作为人 那在所难免 对吧 那我有自己的价值 有我自己的价值判断 对吧 那这个我还是要说 对吧 有些事情做的不好 我肯定还是要说 至于我 我并不是说想要他改啊 我只是说这个 他做的不对 就是这种意思 我从来不想去影响 别人的这个价值判断 别人的这个选择 别人什么 是吧 也经常 也不是经常 就是有的时候 我朋友问我啊 这事情要怎么搞啊 或者有什么这样的 我说这个 我不 我不是你 对吧 我不明白其中的这些 就我并不是很清楚 整个事情的这个来龙去满 所以我说选择 还是要你自己做 我说我 对吧 我 我说我如果给建议的话 那又会影响到你的这个 选择 是这样 对吧 因为最后 不管是怎么样 比如说一个人过来问我 说这要怎么选 或者怎么做 那最后 但是最后责任是他来担啊 跟我没有关系啊 对不对 所以我一般来说做选择 我也是 我也不太愿意问别人 因为除非是你自己父母 你自己的亲生父母 或者说养父母 反正是你自己很亲的人 倒是会愿意为你考虑 剩下所有的人 说为你好 都是因为他自己能够从中获利 所以 对吧 除非是你真正好的那些 要好的 这个 就是很关心你的亲人 或者说是真正的朋友 对吧 真正的朋友也很少了 现在 都是有利益相关的 所以 一般来说做选择 都是我自己做 我也不喜欢影响面 但是你说 比如说我做个视频 那肯定在输出价值观 我在里面 我这个视频做到 现在已经输出了 不知道多少个价值观了 对吧 我自己都数得出来 很多 偶像大师做一个游戏 他也在输出价值观啊 对吧 所有人加在一起的手 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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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是 对吧 不能丢下任何一个人 不管 对吧 对手 虽然作为对手 但是他同 他谁是偶像 就像刚刚说的那样 对手也是要先帮助的 要堂堂正正打败对手 而不能够趁人之危 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吧 这都是我那是的价值观啊 对吧 这他 你在玩游戏 肯定也是 只说 最后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对吧 就是这一点 水果之秋 所以其实你像 那再多说一点 有没有主旋律 没有 我就要说话 有跨团 不是 有那个 我选了那个 团件 好像我选贵士他们了 是吧 因为贵因我之前 rap 他之前说贵士 我记得 rap 还上次也是他们俩是吧 也是他们选 我再多说一点 就是你像现在 我反正我看了 现在这个 这个 那么就是 不是最近10月11月 不是这个 军舞 叫做那个262 警告 我不是看最近 10月11月 不是 就是那个 神秘召唤 先锋和 战地2042 对吧 谁让我都看了一张 没什么兴趣 感觉就是 怎么说 现在这游戏做的 就西方这种 主流 这种设计游戏 就是 也不叫设计 就是感觉他们这个思想 就是 其实也不能代表 西方主流思想 只是说 从这两个设计游戏上面 能看得出来 因为他们销量 其实感觉还行 看现在这个销量 就感觉他们的游戏 越做越 怎么说 就是虚无 一种虚无主义 你要使命召唤 先锋 就是完全就是 平行世界二战 相当于是 平行世界 他要构造一个 使命召唤的世界观 对吧 就是一个虚无主义 相当于是 因为他借用了现实的题材 你包括这几年 就都有啊 这几年 慢慢慢慢就上来了 就是那种 以现实的故事为蓝本 然后但是要加入一些 这个 现代要素啊 或者什么 之类的要素 对吧 就是那种 就比较虚无主义 就是说 好像是 看上去好像是 打二战 打一战 打那个 实际上其实里面东西都 对吧 剧本 就是 大的世界 大概是这么回事 但是里面呢 其他东西 就都不是那么回事 对吧 就里面那些东西 都不是那么回事 包括 什么叫先锋 是最近谈的比较多的 因为这个2042 不是还 还有的11月份 现在出了吗 好像还没出吧 还要几天吧 先锋 他们那个 你看多人模式里面 那几个角色 对吧 什么这个 印度汉奸 对吧 印度汉奸 对吧 是加入了日局 对吧 在丛林里面 对吧 打德国人 救英国人 对吧 我我我我人傻了 对吧 印度汉奸 就是印度帮助日本人的 历史上是帮助日本人 打印度人的那些人 对吧 在丛林里 打德国人 救英国人 我人都傻了 就这种 就类似这种 战地2042 那就更加 本来就是一个近未来的 对吧 但是战地 你说2042近未来 没有问题啊 之前 你像战地1 战地V 战地5是吧 战地V 战地1 战地5 其实也都是那种 战地1其实还好吧 它氛围做出来了 只是说 在装备上面 它那个数量不太对 但是大致还是那么回事 战地5就真的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 虚无主义的二战了 就感觉现在 他们那边虚无主义 还要很流行这种虚无主义 但是 一般流行虚无主义 对应的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失望 因为只有对现实世界失望 对吧 才会去想这种虚无主义 对吧 不然的话 为什么不 不歌颂一下 现在呢 对吧 所以就感觉 西方是不是 就是他们人对这个世界 对吧 那些 也不说他们人吧 就是说 做这些游戏的人 对这个世界已经失望了 就算了 做点自己的玩意算了 不要跟现实扯上关系了 就这种感觉 就现实已经很烂了 不想再做现实了 感觉是不是这种感觉 不太清楚 因为 在国内也 我也没在国外了 都回来两三年了 回来两三年了 不太清楚外面的事情 虽然 虽然有看新闻 有看这些资讯 但是你在国内是真的 我个人还是认为 你得脚踏实地 去那边才能 就是说 虽然说国外不是一个 不能统 就是不能说 统成为一个地方 是各种各个区 但你总得先出了国 然后感受完了以后 你才有东西说 现在我都一般不说国外的事情 就是 你在国内毕竟还是 他这个 信息传递 是会失真的 我觉得这么说 就像你在国外听到的中国消息 也是奇奇怪怪的 我在国外的时候 听到的 不管是在 而且距离越远越离谱 对吧 我在南美这个时候 听到的国内消息 是最离谱的 在南卡这边的时候 听到的还好一点 对吧 就你听那个 在南美就贵亚拉那边 你听那种 其他媒体 不是国内的媒体 对吧 说中国问题的时候 说国内问题的时候 这真的就离谱 我都说 我觉得 我说 我用我的 在 我用我前面十几年的 在国内生活 实际二十年 二十多年 在国内生活经验 我都想不出这么 这么神奇的 这么这么玄幻的 这种事情出来 对吧 他们就 信息传递是会失真的 而且有的时候 是人为的失真 说到秋天的食物 就有巴法利亚来动 那个不只是秋天吧 哪天都有 对于你来说 应该一年四季都有的 还有饭团 对吧 都与季节无关 是的吧 哈哈哈哈 这个美希喜欢吃香菇啊 龟英不讨厌 但是原有史 是不吃香菇的 也不喜欢吃辣椒 也不喜欢吃青椒 为什么这么清楚 因为他博客里面 都写得很清楚了 博客的那个 个人资料里面 都写得很清楚了 曾经喜欢红色 黑色 白色 现在好像只喜欢白色了吧 跟哈尼一起 想去的味觉 已经很开心了 啊 主要是跟哈尼一起 是吧 其实其他的都无所谓了 我懂你 如果重看以前喜欢的作品 是吧 对这里要说一下 我同年的时候 我小时候因为受家里 我爸的影响 其实对于这个动画片 我看的其实挺少的 我看的 我小时候看的最多 是二战的各种纪录片 重回以前的作品 只再重新看一遍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使 是吧 那个一个黑白片啊 就是纪录片 好像是 反正挺早的 九几年的时候 还没 两千年 应该还没到两千年 反正我还没上学 我就看了 那个时候 呃 我还没上小学 我说的 幼儿园还是上了 就看了 就看起来 小学的时候也看过几次 好像是要第二次 世界大战即使吧 还是什么来着 哪个地方出的 我都忘了 全是黑白片子 就简单的 就是 是国 国语配音 就是 对吧 简中的配音 然后是那个 呃 就是用纪录片 各种纪录片剪的 哎 你别说我之前还 我大概是去年 还真的重看过一次啊 然后我就 对吧 因为他那个 纪录片 就是他剪的 那个背景的纪录片 就是 就是各种乱用啊 对吧 各种乱用 就是我 那个时候不懂啊 现在就看出来 就是说 比如说 呃 也不叫乱用吧 他的阵营是对的 但是 比如说什么 这个 呃 被那个茅房遮住了吗 对吧 然后就是撞倒了 然后就没了 就是就 就一个短镜头 对吧 在巴巴罗萨计划的时候 说德军的时候用过了 然后在巴格拉基昂的时候 说苏军的时候 也用过了 哈哈哈哈哈哈 对吧 他就是把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二战的那个镜头 其实他那个镜头很少嘛 那个时候因为摄影机 也拍的就不多嘛 对吧 所以 就只能把这种 就同样的镜头 反复的用 而且他就是那种 他那个时候是90年代的 那个纪录片 就没有现在这种 什么CG动画 或者什么 就是还有那种 给你一个什么那种 就演示啊 什么那种地图的演示啊 或者说CG动画呀 那种 没有啊 就就完全是纪录片 所以就 就没意思 而且那些剧情 我都已经倒背如流了 对吧 二战那个那个 那个什么时候 打什么战争 那种大战役 他因为他是 只有20多级 就只讲了一些 大的战役嘛 就是小战役就 没啥说 对吧 他是一个全景的 就从这个 从这个 希特勒上台 一直到这个 最后这个 东京大审判 不是 这个 纽伦堡 是哪 反正是他最后 把所有的战犯都 都都都审判 那个 就对了 大审判 就要大审判 对吧 就是那个 全部讲完 所以他讲的也 只能是一个概括型的 然后至于后面一些东西 是后面补 在之后的 就是岁月中 补的 补的嘛 那部动画 那个也不是动画 那个纪录片 我现在去年看了 我就看不下 看了一半 看不下去了 打扰了 我小时候怎么会开那种东西 确实有点 就感觉上 就你现在标准上不了台面 但当时反正小时候挺喜欢看 我觉得这个男子 到最后估计也没有送 也不会送我们衣服吧 对吧 他只是说圣衣 特别的味道 某种料点 究竟是什么味道 额头丽娜 额头丽娜 是谁教你的 美西教你的吗 额头将 额头将 水晶吊灯 主要是怕水晶吊灯掉下来 是吧 这个玩过杀手四期的 应该都知道 水晶吊灯杀人 这是经典 经常用的镜头 经常用的这个 这个就是 刺杀 就是刺杀方式 煎饼 日本的煎饼 其实是什么东西 我不太清楚 我说肯定不是中国这种煎饼 那种 那种瘫的那种煎饼吧 对吧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披腊饼之一啊 这个歌之 甜花 独占可爱的甜花 哈哈哈哈 干奈震怒 我做 干奈要出井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嗯 哦 1FPS了 近未来世界为舞台的对战性游戏 指Battlefield 204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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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应景了吧 这个也 哎 枪支真的会让人感觉兴奋 什么 什么 啊 那那那可能不是战地204啊 可能是 小九子先生 是少女前线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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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笑爆笑了 哎 呃 呃 用心揉一揉 手臂肌肉 惊人的肌肉量 哇 你们都是这种上纸肌肉猛 猛女是吧 哎 好了好了好了 真 笑笑够了笑够了 正经的活来了 周日了周日了 哎 反正我这个视频真的是 完全就是在自义 塞到M 呵呵呵呵 笑死 来来来来 开干了开干了 没什么好说的 先把这个 民事的技能先点过去 是VI上线就了 那凝聚也可以顺便给他点的 反正有这个成绩点 为什么不点呢 好啊 看这个组合啊 那还是 等一下 还是贵音爆 然后 这个策略是一样的 就是抢第二次爆气 快速结束战斗 还是一样的策略 来我们我们来试一试 不行我们就下棋 下棋再见 来了 哎但是要不要吃糖果 我感觉是不是不要吃糖果 每次吃糖果感觉很奇怪 我尽量是不吃糖果比较好 连击并感 连击并感要不要吃一个 DA提升 这个这个 今天这个图不是DA图吧 不是DA图 没必要用DA糖果 连击并感呢 感觉也没什么用啊 连击并感 我如果不打圈的话 我经常是会空牌 不吃不吃不吃 就这么打 六四到七九 不吃了不吃了就先试一试 不行我们再说 硬打硬打硬打 你会赢得第一名啊 这么有信心啊 我都没有信心 那是堂 中間 お一人は 苦しいでしょう 震えてる 眉毛から 吹き立てる 涙の味 完全に相変なく 逃げられるわけないよ 愛して して して 叫ぶ 胸の中 黄色々 色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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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理して して して の可能 誘わせ いっそ 出会わなければ 十分 アレー やっぱり アプリ 跟上一次不一样 这次我们抢了第二次 暴气以后对面用counter 对面积极的用了一次counter 但是我们大暴气满了 我们只用大暴气反了他小暴气 对吧 我们大暴气满了以后反了他小暴气 然后 他就不能反我们大暴气嘛 对吧 我们大暴气爆完以后 然后在这个 对面就开始大暴气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 直接赶紧打圈 对吧 把歌曲结束 不过他们好像大暴气也打完了 对面大暴气也打完了 不过他抢不过了 因为这个我们看我们第二次先爆 他们就肯定用小暴气来反我们的 然后我们大暴气反他们的 他们大暴气是反不了我们 这一局对面也没有那个大暴气反击的技能 对吧 所以他大暴气反不了我们 这样的话 我们就 又互多获得了输出 对吧 这么打 唯一一点其实就是说 也没有了 其实没什么损失 然后我一开始把这个本来是 一开始最开始说是桂英嘛 后面我最开始就是 打第一排这些临时换成了笑颜 因为我看到桂英的那个VI分数 VI的那个 数值很高 所以我平常打分可以用 桂英的VI来打点分 所以我就换成了笑颜 这个人就是临时变动了一下人 也是属于临场发挥吧 反正过了 过了就行 这样就完成了 完成那个粉丝任务 应关注团体 应关注团体 安可不看了 我们已经看过了 那看着10月份就是教你打Face的 对吧 我现在Face大概知道打了 就是 大概只要打了真的说 对吧 就是第一次暴弃 用counter 第2次暴弃 就是那个 抢对面的先 然后吸引对面来 来反你 如果对面不反我们 就对面不反我们的话 就第1次我们抢对面先 第2次我们就吸引对面来反我们 然后如果我们 那个我们 对面不反我们的话 我们就正常打 对吧 就我们就能拿到那个暴弃的分手 如果对面反我们马上用大暴弃 反回去 就是你这个第2次暴弃的时候 一定要把你大暴弃也 也那个打满了 大概意思就是说 两次暴弃最好都要用那个凝聚 对吧 我刚刚是用了 就是第1次是用了两个凝聚嘛 就是3人暴弃嘛 第2次是两人暴弃嘛 对吧 炸弹在第2次暴弃之前全部用掉 如果第2次暴弃不需要用炸弹的话全部扔掉 不过好像我 对 我是扔了一个 对 本来我想3人暴弃 但是发现对面那个草满了嘛 我赶紧就扔了一个追上去 然后暴 因为对面第2次暴弃好像对面的第2次暴弃好像感觉不会马上暴 他第1次暴弃爆的很快 但是第2次暴弃好像会等我们 就是准备反我们 他反完我们马上最好是注意我们大暴弃条 他反完我们马上用大暴弃反回去 这样 把对面大暴弃封锁了 对吧 然后对面最后在使用大暴弃的时候 那没关系 对吧 他正常暴 因为 如果对面用了大暴弃我们会被封死 然后 等到最后几拍的时候 如果我们用大暴弃对面还能继续得分 如果我们不用我们就输了 所以还是就是在第2轮战的时候 第1轮是1次暴弃嘛 然后第2轮就是在第2次小暴弃和大暴弃 对吧 相当于是两次攻防嘛 在第2次的时候就需要我们抢先机 大概是这个一个套论 那第1次我们就后手 第2次我们要抢先手 那是升级以后的那个 超商 去超商买东西是吧 超商 新会给你去上级 我的天 他居然没有窝在家里 你也太厉害了 有点 要配合眼中是吧 XDDD 反擊 X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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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DDDD XDDDD XDDDD X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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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